屏東東港熱鬧的街上 這間招牌上寫查行的店 其實裡面是個神壇 現在也被查出 疑似跟腹中失聯的郭姓男子 案件有關聯 郭姓男子的媽媽好擔心 8月27日兒子到中國後 就音訊全無 現在被查出疑似因為涉及詐騙案 在當地被拘留 而一開始找工作時 是一名前遊艺廠老闆 介紹資訊給郭姓男子的陳姓同學 同學再介紹給郭男 兩人加入群組被要求繳交資料 這時陳姓同學察覺有意退出 只剩郭姓男子獨自腹中工作後失聯 媽媽指出當時的行前說明會 就是在這個神壇查行舉辦 二十二歲的郭姓男子畢業後 本來有正常工作 八月份朋友找他去中國 他才會掉入詐騙陷阱 現在警方也抓到一名負責吸收 社會新鮮人的中間人 家屬指判趕快釐清案情 親人可以平安返台 三星人朱駿杰股不先屏東報導